爬山是一件蛮辛苦的事 但是人生你只有到了山上 才会看到更广大的世界 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我们要在鼠林的高峰上面 我们能够看到 看得更清楚 神国度的展开 神旨意在我们身上的实现 人生得利的秘诀 一个就是跟着耶稣上祷告山 来操练我们与上帝内在的关系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站在人的地位 他让每一位跟随他的人看到 他所讲的道 他所行的歧视 所有那些能力的源头 是在于里面内在的跟神的关系 跟天父上帝的关系 整个祷告是贯穿在耶稣的生命里面 耶稣也很清楚的要让我们看见 怎么样能够借着祷告 与天父上帝那种生命的连接 这个连接都世界的祷告 依靠祷告 祷告主要是建立一个生命的连接 从神来支取属天的能力 好让我们能够来为主做见证 来面对撒旦各样的攻击和挑战 祷告 其实是学习怎么样安息在主的面前 得利在乎归回安息 我们要能够有能力 神说其实是在乎你们能够归回到神里面 能够有真正的安息 常常就在风浪里面 我们如何来学习安息的生命 神要祂的儿女真的知道 洪水泛滥 我们的主做的为王 祂要我们里面同样学习和操练 有这种安息的生命 所以首先当我们说 我们愿意安息 其实是表明我们承认 神掌管一切 我们降服在祂的面前 安息同时也代表 我们对祂的信靠 我们不但相信祂 我们也依靠祂 安息同时也表明 我们在神面前放手 我们放手 神就动手 安息是重整我们里面的生命 什么叫做交托呢 就是真的在信心里面 我们把自己的手 交在主耶稣那个钉横的手上 那双手是最稳妥的 那双手是最安全的 那双手是最有能力的 让祂牵着我们的手 带着我们 好让我们不至于跑偏 好让我们不至于摔倒 好让我们只向标杆来直跑 整个祷告三提醒我们 真正要得利 在乎归回安息 在乎从神支取力量 在乎紧紧的依靠神 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所以祷告三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单单享受与神在一起 黑夜已深 白昼将尽 我们的神永远做得为王 所以祷告三 不但是我们在极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需要祷告 它是每一天让我们的心情 能够平静安稳 在神的面前 重新得利 肉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